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可能是我们回到原世界的关键 我心中一颤 正要开口说点什么 却被一个身影所吸引 在那白玉石阶的镜头 一道高大的身影正静静地站在那里 那是顾清闲 她的目光中 带着几分深沉的宁静 意义却充满善意 你好 乐兮公主 她的声音如同泉水流淌 温和却带着一种不可描述的吸引力 我看见你了 我看着她 那眼神中的深沉像是在掩藏着某个秘密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 我们的生命将会从此改变 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我的心跳不停地加速 这里是否真的藏着带我们回家的秘密 顾清闲会成为我们旅途中的重要人物吗 顾清闲微微笑 她目光深邃 白玉楼 其中别有玄妙 看来你们两个也对这里颇为感兴趣 陈浩快速地挥挥手 也是别扭 我们刚好路过 发现这座楼特别美 所以就停下来看看 顾清闲似乎不太相信 但也只是微笑点头 白玉楼确实美 不过你们不晓得这里有时会有奇怪的现象吗 我热切地问道 奇怪的现象 是什么样的呢 顾清闲沉思片刻 说 这来自我们家族的一个古老传说 如果有机会 我再慢慢跟你们说 陈浩和我对视一眼 我们的心跳瞬间加速 陈浩试图保持冷静 真的吗 顾清闲看着我们 笑而无语地离开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在那个时候 清闲就已经知道我和陈浩是穿越者 而且早已决定要帮助我们 在迷寻宿上的一回事 在迷宿上的一回事 就在迷宿上的一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